女人要想拴住男人的心其实很简单 古语云 识色信也 好吃的东西好色是人的本性 更是男人的本性 这句话用在男生上是百事不爽的 第一要拴住男人的心 首先要拴住他的胃 这句可谓是经典语论 很多嘱咐对此深信不疑 试想一下当男人一天疲惫之后 在温暖的灯光下 有一个寄着睡花围裙的女人 在为自己做晚饭 厨房里飘来温暖的饭菜箱 那是多少男人对家的温馨梦想 男人自然就会对家产生一种依赖的感觉 第二 貌美如花 男人自古爱美色 如果你听男人说 我不在乎你长什么样子 我爱的就是你的人 你的心灵 相信大多数女人都爱听 但是男人说这句话 大多都是哄你开心的 古语都说女人是花 男人是蝶 男才女貌是千年不变的真理 说出男人不在乎女人容貌的这种话的人 一般是涉事卫生的小男生 或者是道貌爱人的伪君子 第三 若即若离 主动驮怀送抱的女人 在男人眼里 即使你有碧月羞花的容貌 如果对男人主动驮怀送抱 男人在短暂的喜欢之后 也会气如必喜 因为轻易得到的 往往不会珍惜 男人喜欢征服 喜欢追寻的过程 甚至很享受这个过程 给男人带来征服感 所以女人们要记住 男人永远只爱神秘的女人 油爆皮疤 扮遮面 这才是男人最想要的 高明的若即若离 既不拒人千里之外 又不过分和他腻在一块 始终让男人保持一股 征服的激情 所以聪明的女人 绝不会把自己的 全部身心交给男人 她们会有所保留 才会让男人 有进一步了解的欲望 同样在婚姻中 女人也要对男人 适度保留 保持一点隐私 保持一点对自己的尊重 保持一点神秘感 会让男人更加爱你